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 人们有的时候会被外面很多吵杂的声音给淹没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 我们就不明白神的带领 那这个就是很大 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随神所发生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当人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有的时候他们对这样的追求 他们就会比较没有兴趣 那对他们来讲 这个信仰对一些人来说 那有时候这个信仰就变成是 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找神 可是当我没有需要的时候 我好像就是把神放一边 那当然我们越认识神 我们越多的靠近神 我们就知道 那个不是神所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神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认识一件事 就是他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真的很爱我们 那他真的很希望他的儿女 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爱 或者说天父的爱 或者天父的引导 训悔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 只是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人很乱 或者说我们这个人 我们常常面对太多的事情问题 那我们习惯 我们已经习惯靠我们自己 我们习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聪明 一个问题发生 赶快想我应该怎么样处理 我们不习惯发生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先学习回到里面仰望神 主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神你的看法如何 或者说主你希望我怎么做 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的习惯 如果你不操练 这个就不会是你的习惯 可是如果你常常操练 你就会常常发现说 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会学习仰望神 今天你在小主当中 你要带一个诗歌 你不会随便选一个 我喜欢唱这个 我就带这个 那我喜欢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 你会仰望神 主你要我唱什么 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什么 那我们就仰望神 有的时候也许你觉得 这个神给你的这个带领 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不喜欢唱这个歌 可是感觉上帝就是 要你唱这个歌 可是当你顺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 原来弟兄姐妹 你的小组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哦 那人们在其中 就被神触摸到 你就觉得哦 还好 我顺服了神 我们在生活中 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都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感动 我们心里有感动 神要我们去探访一个人 可是也许现在对你来讲 很不方便 那可是当你仍然愿意 顺服主去探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 还好 我顺服了主 因为这个人 他正落在一个 很大的需要里面 好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这样 来跟随神的 我们不是跟着 我们的意志走 我觉得我们常常 操练等候神 操练与神同在 我们就是学习过 一个简单的生活 弟兄姐妹 简单的生活 并不是一个愚笨的生活 有人觉得 这个人很简单 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觉得 这个人太简单了 意思就是很笨的意思 可是其实不是 事实上你真的要过 一个简单的生活 也是不容易 有的时候我觉得选择 其实反而让人辛苦 对不对 你打开衣柜 拿那么多衣服 都不知道穿什么 对不对 要找一个工作 有十个工作让你选择 一下子也不知道选什么 可是如果说只有一个工作 你就不用得选 你就去上班嘛 对不对 如果你的衣服不是黑就是白 就很容易 随便拿一件就拿出来穿 这样 那就是有的时候 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有的时候也是不容易 就是你了解 它不是一个 应该说过一个 太多重选择的生活 我觉得它比较不容易 可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 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样的生活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可是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它是一个 真实满足 你的里面 有一个真实的满足 你很踏实 我觉得这就是 神要带领我们过的生活 一个与神同行 与神同在的生活 你注意看那个轮子 一个轮子 它不断地转转转 可是它总是有一个轴心点 上次我特别提到 有一个轴心点 这个中心点 它是完全静止的 不管外面怎么转 那个轴心点 它其实它是不动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最繁忙的生活当中 与神明 你一定要认识 有一个隐秘处 是为我们存留的 就在你的里面 不管你外面 怎么样的混乱 怎么样的 我们有各样的行动 活动 生活 决定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隐秘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隐秘处当中 跟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单独地同在 我上次提到 有的时候 不同的信仰 有时候就会让我们 就比较复杂了 就说如果说今天 你要求一个什么样的福气 有的时候你要特别去到 哪个地方去拜拜 得到这个福气 不同的 你不同的需求 有的就要拜不同的神 可是我们 我们却不一样 或者说你在一个危难当中 有的时候 你不需要特别找一个地方 把自己给躲起来 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点 就是说神 这个安静的内饰 这个隐秘处 因为祂就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你可以随时 你就回到里面 你就仰望神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 我们喜欢提到那个玛利亚 对不对 虽然有时候他也是有 有的人太喜欢他 过度地喜欢他 什么都问他 没有去问主也不对 可是我觉得确实 那是耶稣的母亲 可是我今天要讲的 不是耶稣的母亲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玛利亚 是坐在主角前的这个玛利亚 那当然有的时候 有的人很喜欢 我要过玛利亚的生活 我不喜欢犹大 犹大一直忙来忙去 忙来忙去的 你看 那这个也不对 所以有的人 他们就会走偏 就是他们觉得 我们等候神 就是都不要坐 都是让耶稣坐 我们都不需要 那个都是肉体 肉体 其实那个也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有玛大的脚 玛利亚的心 那但是呢 在这个故事当中 其实他真正要告诉我们 就是那个态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 玛利亚他在主的脚前 讲的是他对主的可慕 当他感受 当他知道主来了 他知道分别 那个优先次序 他生活当中 有很多需要忙碌的 可是在生命当中 那个优先次序就是 我先来亲近神 我先来等候神 或者我先来与神连结 我被圣灵来充满 你生活当中 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可是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 你没有先来听神的话 或者仰望神 你只是忙忙碌碌 其实你什么事都做不好 可是呢 我自己的一点经验 告诉我 就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这样操练 就是你会有好多事 每一天我们都好多事要做 可是呢当我们就是花时间 有时候人们觉得说 花时间等候神 祷告神 好像就浪费时间 我们这么多事要做 当然要把事情完成 再来祷告嘛 如果你的优先次序是这样 你就会发现 生活当中就没有时间祷告 因为每天一忙完 就发现要睡觉 然后睡觉之前 就五分钟 随便看一下圣经 祷告一下就睡 那个不是 可是常常当你愿意 你知道 我先把我的优先次序分出来 我每天 我就是先QT 我就先读经祷告 不晓得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 每天读经祷告完之后 我才开始一天 我的工作 我该做什么 我就开始做 真的常常你把主摆第一 你不要忙碌 不要忙碌 先把主摆第一 你不要觉得 可是这样我事情做不完 很多人就觉得 因为这样我事情做不完 错 其实你事情做不完 那就是仇敌的一个轨迹 它让你感觉 我好忙好忙好忙 我好多事情 有的人一这样一想 他就好忙好忙 其实没有那么忙 你知道 当然 有时候你需要有技术性的做法 比方如果你真的好多事 怕忘记 你应该做一点记录 对不对 然后先摆在旁边 然后先花一点时间 一天起来 你就花一点时间 来到主的面前 亲近神 祷告 读经 敬拜 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 该做的 一样一样做 做完就化掉 做完就化掉 你就发现 一天晚 还没结束一天 工作全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 非常的安静 你的心非常的平静 你就事半共备 有的人呢 因为心很乱 所以呢 做什么错什么 所以都叫重做 重做就浪费时间 你了解我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需要常常 花时间与神同在 有的人 他们不明白 他们就是觉得 这个就是浪费时间 错 其实这个叫你 重新得力 主为什么告诉我们 在诗篇四十六篇 他说 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因为有的时候 人们 就是我们的 我在讲 这是我们的天然人 不是说 某些人是这样 某些人不是 我觉得人都是 只是有一些人 他们愿意学习 愿意操练 有一些人 不愿意 有一些人 你不要觉得说 他比较聪明 他们就是那种 比较逻辑思考的 所以他们比较聪明 我觉得不是 因为人啊 有的时候在混乱当中 是因为他的心乱了 你的心很乱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你做这件事 想那件事情 然后两件事都做不好 对不对 做第二件事 又想第三件事 然后这一点 那一点 就一件一件事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地做 就不要担心 你不用担心 我做不完 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 我担心我做不完 这事情家里 好多好多事情 有的时候 为什么家庭主妇 很容易生气 这个家也没多大 孩子也没多多 可就很容易生气 你有没有发现 妈妈特别容易生气 所以小孩子 有时候回到家 先看妈妈有没有生气 这样子 第一件事 都先看妈妈有没有生气 才决定成绩 要不要拿出来看 有的时候 妈妈为什么 这么容易生气 我们家就这么一点大 对不对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可是有时候 我们心就乱了 这个就是马大的问题 他的心就乱了 因为好多事要做 有客人来了 耶稣来了 门徒来了 然后这个事情要做 房间 客房要打扫干净 晚上吃什么 然后这个不能失利 那个也要弄 这个 我们就混乱 我记得以前我们家 那时候我爸爸妈妈 还没有信主以前 每一年都要拜拜 就是常常拜拜 那过年是拜最多 然后常常 好多天都要拜 那从初一开始拜 这样子 然后拜到小年夜 这样 这个搞不清楚 好像常常拜 可是呢 我就印象中 每一次拜拜 家里都会吵架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拜拜 家里都会吵架 这样 后来我就明白 因为心里烦乱 那怪不得 当我爸爸信主以后 他觉得他没有要拜了 我妈也说他不要拜了 好 那这样家里就平安 对不起 你可以了解 有的时候 为什么 家里会不安 为什么你的情绪 你常常会被你的孩子 鸭起来 台语说鸭起来 就是你整个人 情绪会起来 为了一个事情 它是很小的事情 你就很生气 因为这个小事 你就开始联想到 你总是这样 上次两天前才跟你讲 你又这样 上次也是这样 然后你就 你就开始想到他 这一生 十五年来 这小孩 没有一天听话的 就开始想很多负面 就觉得 为什么要生他呢 当初充满了期待 把他生下来 结果现在你看 我们折磨着我们 那这样子你怎么办呢 你真的完了 一生 你就越想越多 越想越可怕 你就开始一直哭 一直哭 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心里没有休息 我们没有安息 我们遇到一个事情 我们就开始把它放大放大 可是主告诉我们 要休息 你要回到那个里面 那个安静的内室 你要为着你的孩子 相信神 你要为你自己 你要忍耐他的成长 你自己也要成长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 这个人的问题 那个人的问题 有的时候说的是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也没有成长 如果你的生命 一直成长 你一直的成长 你知道你就会有 更大的包容力 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更大的包容力 你就相信 神在每一件事上 神掌权 要休息 要安息 要安静 我们讲的是灵的安静 要知道 知道我们的主 祂是神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认识神 唯一的途径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祂是神 我们的问题 在生活当中 这么多的混乱 这么多的烦恼 就是因为 我们不认识 祂是神 如果我们知道 祂是神 我们就相信 哦 对 祂在这件事上 主会掌权 很多事情 跟你想的 真的不一样 我们以为是这样 可是事实 可能不是这样 我想到有一次 听见我们一个 弟兄他妈妈的见证 当然他母亲是 在很多年前 奇迹式的 因为他是插管 然后呢 后来医生 就是也是 就宣告 就是他就是没有救 家里要办后事 可是很奇迹式的 他就 我们祷告之后 也为他受洗 在昏迷当中 神就把他救醒了 他就醒过来 他又活了好多年 又活了差不多 我看一下 17 有再活了13年左右 这样子 活了13年左右 可是突然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时候 就是冬天 那一年的冬天 寒流特别厉害 所以很多人都是 因为这样感冒 重感冒 有的人就 年纪大了 免疫力不好 就走了这样 所以那一年 他也是突然重感冒 后来就也很严重 情况很严重 就又插管了这样子 那所以呢 那当然插管 因为差不多已经 快一个月左右 可是情况都不好 所以后来医生说 这样子会引发败血症 所以家属也要 要有一个心理预备 那是不是要把管 这样子 那所以就挣扎 挣扎 终于觉得好吧 那就不要让妈妈受苦 因为 所以妈妈之前 身体好了 可是后来之后 又经历中风的状况 所以他心里想 不要让妈妈 这么的辛苦 所以就想说 让妈妈可以回到天家 就是跟神在一起 那就是让上帝来 就是让他不要再 受身体的痛苦了 结果没有想到 一把管之后 那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这个年轻人 都哭了一天嘛 因为就预备 就是妈妈要走 因为当往把管 就是差不多 就是要 就是把管 就是要让他走 这样子 结果没有想到 把管之后就好了 他又活了五年这样子 他今年不久前 一个多月前 才被逐街去 那 最近很多时候 跟你想的 真是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太担心 我们觉得 如果不这样 就会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就不用想那么多 好多事情 因为你想的 跟到最后 它发生的 会不会发生 也真的都 你就是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想那么多 有的时候 人想那么多 自己就很痛苦 我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 一个消息 一个报导 养到一个人 她的妈妈也是一样 重病 好 重病 所以呢 他就想到 那医生说 那没有多少 没有几个月 好 那 那他就没办法照顾 他们 因为整个情况也不好 就想说 既然没几个月 要给妈妈最好的安养 所以就送到 这种养护型的 这种安养中心 而且是那种很高级的 想说让妈妈 在最后的这 这几个月当中 最好的照顾 最完善的照顾 这样子 那因为想说 没几个月嘛 就是让她最好 最好 什么都是最好的 好 就没有想到 一个月过去 两个月 三个月 过一年 两年 还是 后来还卖房子 这样 因为钱太多 很多东西要继续付 这样好 那 所以当然 这只是一个 社会新闻 可是有时候 我觉得 从很多的这些事情 我们就会发现 有时候你所担心的是 85% 你回想 它真的都没发生 对不对 有的人好担心 毕业找不到工作 你就找到工作了 嫁不出去 都嫁了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想的 跟我们真的 有时候我们太担心了 你回想你小时候 你担心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担心 爸爸妈妈 有一天离开我们 后来长大 就怕他们不离开你 所以你有很多这种 这种担心想法 到后来发现 跟你想真的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最好的情况就是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说那我担心怎么办 这个就是你是不是信靠神 你如果真的信靠神 你就要相信 主啊 祂就是会 掌管一切 每一件事情 那你说 那我都不用做吗 你要做吗 就是 你就需要 该做的 你尽力就好 然后你把那些 不需要 放在你身上的烦恼 当然那些烦恼 它就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风一样 就是它就是会 不断地吹到我们的脑海里 那个烦恼的风进来 让我们去忧虑 可是那个忧虑的思想 一进来 你刚快交给神 主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 我知道你掌权 所以我们就这样 不断地操练 慢慢地操练 你就会开始 越多地经历到 好多事情 真的 主真的掌权 主真的掌权 主真的保守我 主真的保守我 圣经上说神在祂的圣殿中 全地都当肃静静默 这个意思是什么 讲的是有时候我们 我们来到圣殿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你的心要安静 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的不要叽叽喳喳的 当然他讲的 除了讲的 我们在圣殿当中 讲的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要喧闹这些 这是真的要留意 因为它是圣殿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 他也讲到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每一次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学习 就是我们的态度 要带着一个 敬畏神的态度 我们的心 你真的要安静 你要常常操练安静 你知道神 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 祂其实是在等着 跟我们说话 可是我们需要 安静下来 有时候你都 安静不下来 神就没有办法 跟你说话 有的时候 每个人的个性 都不一样 我记得我们 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 她就是一个 很热情的人 她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有时候她会来 跟我们就分享 她的问题 师母 讲她的问题 提了一个问题 那当然 我们就开始分享答案 跟她讲 我觉得怎么样 我还讲 我觉得 立刻提另外一个问题 进来 你了解我意思 我都还没有 我都没讲 还没讲那个 她就讲另外一个问题 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 有的人 他们只是想讲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 没有想要知道答案 或什么 所以我们 当然人跟人在一起 有时候很快乐 会有这样的时光 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在神的面前 你不能叽叽喳喳 一直讲 一直讲 好像写报告书 今天为我的儿子 然后明天为我的 这个媳妇 然后我的家 或这个 写一堆 一直讲 一直讲 这个那个 你看又这个又那个 你知道有的人 在祖的面前 就是这样 祖的你看 这个是又搞砸 你看那个是又怎么样 你看那个又这样 我就跟你说 你看 就有的人在神的面前 都停不下来 一停下来 就睡着了 那这样子不行 就是 你知道我们对话 我们说的沟通 就是我讲 我也要听你讲 这叫沟通 对不对 如果说只有我讲 那就是很独裁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 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 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告诉神 然后呢 我们要学习安静 要听神跟我们说什么 你看摩西 他就真的是很棒 我常常觉得 他有两次 实际上两次记录说 他就是四十昼夜 在山上 他就是等候神 他就是仰望神 我相信 摩西在山上 他不会一直讲话 讲讲讲 有的时候 会跟神有对话 可是更多时候 也许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在这里 所做的一样 我们就是花更多时间 我们就是亲近神 那 无神圣有神 有时候 就是那个氛围 那个同在 你就知道 主在这里 你享受神的温柔 你享受神的怜悯 那有时候在神的温柔 怜悯 神的爱中 神就把一个启示性的话语 他就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因着神的话 我们就很感动 也许我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就问神 神 我最近遇到这个状况 可是我不晓得该怎么面对 那主 你觉得呢 然后 有时候主不是立刻给我们答案 我们只是继续在亲近神 然后呢 有时候神就在 在突然之间 你没想到的时候 那神的话 神的启示就进到我们里面 结果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培养 让神的同在 更多的充满你 你知道 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 或者一个有神同在的人 他的里面 就会充满很多神的话 这是一件 从圣经你可以看得见 可是当人们不渴慕 他们不想听 神就不会说话 你记得这个就是在以利的时代 圣经上说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漠视 神的话语为什么很少 因为百姓不要听 当百姓不要听的时候 神他就不说话 可是当你很渴慕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得饱足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寻求的就必寻见 后门的主要给我们开门 圣经有太多这样的话 就是讲到 当我们真的要来寻求神 你在旷野都可以遇见神 也就是说 在看起来最糟的环境里面 神也在那里 约瑟在监牢里 监牢里挡不住神的同在 神与他同在 神靠近他 神把话语给他 所以今天要紧的是 神的同在怎么样更多的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要提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 就是你要操练神的同在 或者说操练 就是说我怎样可以安静我的心 安静我的身体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听起来不难 可是问题就是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它有点困难 有的人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刚开始一安静 一安静 很多那种吵杂的声音 就往那个耳朵就开始冲进来 就很多喧闹的声音 从外面的环境就进来 从你内心里面它就涌上来 就是你一直听到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可能是你孩子的问题 你家里的问题 当然在这许许多多声音当中 有一些是你自己里面的声音 你自己的问题 或者你自己的挂虑 或者是你出于你自己的 挤生命的祷告 或是有的时候 是从仇敌来 那个诱惑的声音 诱惑的建议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声音 特别是每一次只要你一安静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它就会跑出来 就一下子你就分心了 你就被这些声音 就这样有点拉扯 然后越想 你本来坐在这里好好的 越坐就越不安 师母说我们坐这里 我们等候什么 就会有平安 你越坐越不安 因为你开始想的那些事 越想越不平安 我想要等一下怎么样去处理 越想越害怕 我的孩子 那这个情况怎么做呢 那你又不晓得该怎么办 然后呢 那唯一想就是 怎么还没结束 那等一下赶快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就分心了 好 我们就是要留意 当主说 你们要休息 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常常 我们所担心的事情 它真的不会 你真的觉得它会发生 可是有时候 它不会发生 只是我们不会相信 真的 对我姐妹 我今天早上在那边 等候神 我就突然想对 我就想两件事情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遗憾 有时候神很清楚告诉我们 可是我们人不相信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 姐妹跟我分享 她所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 至少她觉得那很重大 我也觉得很重大的事情 可是我们就祷告 后来我就跟她分享 我觉得有神的话 我跟她分享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会发生 这是你所担心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现象 可是这个事情 它绝对不会发生 真正严重的问题 是在后面 那我就跟她分享 可是她没有听 她就 因为很担心嘛 有很多旁边人的建议 她就往另外一些 觉得可能 比较安全的建议去做 就后来情况就更糟了 我们另外 有一次 有另外一个年轻姐妹 也是这样 我看她的状况 她一直觉得她生病 可是我觉得 她情况不是这样 我不认为她需要住院 我觉得情况不会更好 可要坚持 很多这样的问题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觉得情况 真的是没有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有的时候神 他会把答案给我 我问神 我们祷告神 神总是会把答案给我们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会听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神已经告诉你 这件事情 你应该这样做 可是你不要听 因为你觉得不保险 因为那个 搞不好说我听错了 不一定是这样 那当你不确定 是不是来自于神了 你就要继续祷告 祷告到你内在有平安 可是问题有的时候 我们的人 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 没有办法知道他是神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 掌控欲太强 我们想自己做网 平常没事的话 耶稣做网 可是一发生事情 就是不放心 好像看得见的 比较安全一点 那么看不见的就是 我们就会考虑再三 可是弟兄姐妹 事实上所有 事实上告诉我们 只有看不见的 那个才是存到永远的 只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的经历 我们跟神的这样的一个 关系连结 可能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深厚 我们的属灵的经验 也不是那么的丰富 所以呢 我们很难 即使一个属灵人 告诉你应该这样 你也是不会听 这怪不得 当初有的人这样跟耶稣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从死里复活 就去 你拆起那个去讲 去家族讲 他们就都会得救 主说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 就是摩西律法 都写得很清楚 即使 即使 即使真的有一个人 从死里复活起来 他们也是不会信的 你了解 有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人心的问题 那么多的见证 对不对 有人从死里复活 到现在还是有 有人癌症得到医治 还是有 有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上帝帮助无数的人 鬼赶出去了 家庭恢复了 工作事业 怎么样的 兴旺 神帮助很多人 可是轮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不信 你就觉得说 那是他们 你就觉得你还是要用 你自己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 我们 我们 这是讲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相信神 我们没有办法信任 没有办法真的知道 他是神 你知道那个知道 讲的是 我知道 我相信 神是在我的环境当中 来掌权的 究竟我在说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记得我刚刚出来 全职服事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那天 当有些牧者为我祷告 那时候就有一个预言 就发出来 讲到说 在我的一身服事当中 我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可是呢 我就是要学习 要专注 专注神的声音 神就会引导我的道路 这样 我就一直记得 这个当然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 可是我就一直记得 这个话语在我的里面 在这一生当中 你也是啊 你会听到好多好多的声音 你的声音 从神来的声音 从撒旦魔鬼来的声音 很多这样的声音 很多的意见 只是有的时候 我们喜欢听 我们想要听的是 我们想要得到的是 跟我意见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年轻人 最容易看见这个问题 当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他想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男女朋友 他就会去问 你觉得我们适不适合 那他最喜欢听的就是什么 适合啊适合啊 那如果有长辈跟他讲 我觉得不适合 他就觉得这长辈 讨厌 再也不要跟他讲话 就这样子啊 他都只喜欢找朋友 为什么 让他们觉得 对啊 你看谁 他也说我们适合 他也说我们适合 他们不喜欢听那些 对他们不利的 他们喜欢听 跟我 很muchy的 那些 跟我想法不一样的 他们就自动 就把它封锁 他们自动就不要听了 可是对不起 如果说我们人生 我们的旅程 我都只能听那些好话 都只能听那些赞美 哄你的话 哦你好棒棒 就不会长大嘛 对不对 主所爱的主必管教 有时候主因为爱我们 所以有时候主会管教我们 主会说我们 可是你学了 你改正了 祝福就在你身上啊 可是如果说我们就不要 我们就是要觉得 我们都不能被讲的 那你就一辈子做妈宝 我们就一辈子就长不大 可是如果我们愿意 好像不断地让神来 门训我们 让神来修剪我们 修剪的目的是 让我们的可以结果子 让果子更多 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心 我在说我们的心 不够降服 不够安静 或者说不够真实地 认识到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的神 祂掌管一切 对不起们 你真的就是 你的人生就走得摇摇摆摆的 因为你总是要去寻找那些 你喜欢的 那可是事实上 不是这样 那对你也不会是祝福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在今天信息当中 让我们再一次地 意识到 我们真的要操练 与神同在 我们常常与神同在 常常亲近神 让神掌管我们的人生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 让神内住在我们里面 你要常常相信 要知道 知道 知道神 祂是我的神 我需要安静降服在祂里面 当我有一个安静的耳朵 有一个降服的心 我才会真实地明白 主的带领 主的意念 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我会真实地降服 愿意走在其中 我就会得到祝福 我就不会一直走冤枉路 不然你的人生 有的人就是在旷野 绕行绕行绕行 到最后失去很多的祝福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好像说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 更喜欢将来亲近祂 那更多的 因为亲近神 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建立 好不好 好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好 那之后我们一起来 就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sta啊 好 好 好